好,认识天主教,这里分上下两集播出 现在要讲的上集是 一,人生的迷惘 二,宗教对人生的影响与鼓舞 三,我国各大宗教的现况与比较 四,天主教与基督教 五,天主教圣经与中国社会伦理 好,开始 一,人生的迷惘 生老病死的困惑 视为人生旅程中自然而然必经之途径 不论你是王孙公侯或富贵贫贱 任何人都不能避免 任何人也都无法自行选择 庄周言 我本不遇生忽然生在世 我本不遇死忽然死其字 由此可见人生旅程长短 全由造物者所控制 不必为生死作茧自福 更不必为病痛衰老而怨天尤人 厌于有 福寿康林人之所欲 疾病死亡 无人能免 人生的迷惘 民力的诱惑 俗语说 知足常乐 不知足时时苦海 能安分到处逍遥 一个人走进重视民力途径后 必将越陷越深 欲罢不能 古今社会上很多名利之事 都是因为不肯及此拔脚 到后来生血泥闹 以致全功尽弃 甚至于身败名裂 大而祸害致国破家亡 人生的迷惘 婚姻及人际关系 婚姻因视为终身大事 以慎重处理 不可因一时感情冲动 而细视之 离婚不但双方己身受害 所生子女身心之害 更无可弥补 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 彼此均因重视人伦关系 促使家庭幸福社会和谐 人生的迷惘 人生观 看起来这三个字非常抽象 也很难决定 什么是最正确的人生观 但在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 建立个人的正确人生观 是非常简单的事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来到这世上 是来服侍别人的 而不是受人服侍的 这种一切都为别人着想的人生观 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仿效的吗 由于一个人的人生观 而衍生的观念问题 更会影响到你一生的快乐或痛苦 宗教对人生的影响与鼓舞 教会人生 指导人生 正确的宗教信仰 可以启迪你人生真谛 告诉应对现在的时空 负起 承贤起后的责任 人生 末流百 虽然我们是个小人物 但仍然可以做大事 做尽一己之最大努力之事 比大人物做一件小善事 在天国的功劳 你还是更受尊重的 导以你归向圣善 一切努力成果 都为赞扬造物主 二 宗教对人生的影响与鼓舞 民事人生 民事人生鼓舞人生 他告诉你应该尽神爱人 人生在世 除了应该努力服务人群以外 更不要忘本 这包含了尽老尊贤 孝顺父母及造物万有 你必须及时行善 莫以小善而不为 及时孝顺 莫等待 莫犹豫 若彷徨到 树欲尽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时 悔之完隐 宗教对人生的影响与鼓舞 和谐快乐 天人合一 每一个人生活都希望获得快乐和幸福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有正确人生观的人 那么你就必须先为别人缔造快乐和幸福 你自己自然会得到快乐幸福 如果你能够充分的享有人生快乐和幸福 那你已经奔向天主 接近天主 天人合一 已是事半功倍了 三 我国各大宗教之现况与比较 佛教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 由家族伦理推及社会伦理 据佛教自述 佛不是神 任何人若依佛所教式的方法而努力 皆可成佛 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从未宣称他自己有造宇宙及讲诚人类善恶的能力 佛教更不否认另有神子在掌管着人类死后赏善罚恶的事 佛经虚炫 佛理未经中国式语义 一般人难以领悟 脚不易深入研究探讨 我国各大宗教之现况与比较 道教 道教多神与迷信的人生 强调一些娘娘仙姑 真人等无法数据 缺乏实体性的忠心信仰 只是讲究清净无为 教宗教孝 对人生看法不够积极 道教本身为我国唯一的固有宗教 宗原于皇帝 残阳于老子 成教于张天师 是称皇老之学 遵天法清净无为 自然顺化 而尽天人合一 为其基本教义 所谓皇帝 老子 张天师 等实际上都是历史上的先贤忍者 而非造物真神 我国各大宗教之现况与比较 回教 回教本名伊斯兰教 源源于中东阿拉伯地区 信奉唯一真主阿拉 任穆罕默德为真主之亲史 回教承认救世主耶稣 为其真主阿拉之传人 也承认耶稣死后 是为真主直接提升天国 并在其信仰严格上承认梅社 基督教称摩西 得真主赐助 拯救犹太民主出埃及 渡红海到西奈 我国各大宗教之现况与比较 天主教 天主教是一个积极进入社会 鼓励世人除了救自己灵魂以外 还要帮助别人救灵魂 进而使世人都能趋向圣善 相互施爱的宗教 教育中宣示不但要帮助别人 同时也要宽恕你的仇人 施爱给仇人 为仇人祈祷 让仇恨在人间消失 使每个人都得到天主的救恩 死后都能进入永生的天国 享受无尽的福乐 天主教全身是犹太教 继承了一神观念和旧约圣经 有人认为天主教是敬拜圣母玛利亚的宗教 这实在是由于不明白天主教教义所产生的误会 既然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世者 是救赎我们的恩人 他以很多圣言殉导我们向善 更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我们对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母亲 能不特别尊敬吗 更何况圣母玛利亚 给我们立了那么多 千敬顺从 千训慈祥的好榜样 我们人在有困苦的时候 往往都很自然的喊一声 妈呀 这很有依靠与祈求的意思 你想圣母坐在天主的旁边 能不特别吹顾我们的祈求吗 能不特别照顾我们正常需要吗 我们的一切祈祷 若能经过圣母的转求 不是效率更高吗 耶稣是天主圣父 为救赎世人脱离原罪 而直接派遣来的圣子 天主第二位 在世三十三年 最后被罗马总督 以当时十字架苦行定死 第三日以其天主得能自行复活 显现给中途们 交代他们要借着圣神 天主第三位 祝佑功能 到普天下去传播天主福音 继继续救赎世人的沉沦 四 天主教与基督教 天主教 门徒之长伯多禄承受一命 在罗马建立了天主的教会 它具有绝对的圣统性 一贯性 一贯性 大公性 把天主福音传播至世界各地 并不断地了解各地习俗现状 在不违背教育的原则下 寻求改进 以配合人性之升华 例如 特准我们中国教会祭拜祖先 圣宗追远 天主教教会圣职人员 包括教宗 主教 神父 修士 修女 今需自愿终生守真 就是不结婚 并做完全奉献 以各种名称之男女修会 均在一个教中的管辖指导下 以各种不同方式的服务 宣扬天主福音 第四 天主教与基督教 基督教距今四百多年前 德籍马丁路德神父 原先是天主教的神父 因个人的意识认同 与教会有所差异 圣经的 圣事的 捐献的 守真的 当时有部分圣职人员 在地方教会弄权 故而他宣布脱离天主教会 自己创立所谓基督教 自此基督教牧师可以结婚 并篡改部分圣经 以符合他们自创教派的意识与说法 也就是由于他的背叛自我独立 成立基督教路德会 而后个人意识及厉害与其相左者 则又起而效尤 各别独立为基督教之其他教派 迄今全世界基督教各教派已超过三百七十多个 都是各自独立的 甚至有的致命为真野书教会 这一事就显示了别人都是假的 实在有事厚道 天主教与基督教 圣公会 圣公会是英国国教 介乎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 他的成立是由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位时 想要离婚再娶他的弟父 形成乱伦婚烟 未获教会核准 他就以其行政权力 自行把英国的天主教会脱离罗马教廷 成立圣公会 接受英国王室的控制 现在正与罗马教廷接触修好中 第五点 天主教圣经与中国社会伦理相同性 相同性 人际的互相谅解 实践中明白宣示了 长幼尊卑 辞孝的关系 强调社会伦理 及个人对社会群众的责任 天主教圣经与中国社会伦理 忠述之道 忠于造物的主宰 忠于国家 社会 家庭 宽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 融合我们儒家思想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 爱人如己精神 要加会于恨自己的人 要为侮辱迫害我们的人祈祷 强调满朝损 千受益 讲求师比受更有福 劝戒世人因除财 富于天 民事人生中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今日一分耕耘 永生十分收获的 天主赏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